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制作的美国专讯 我是王一如 美国首都华盛顿最近举行了一年一度的 史密森学会民间艺术节 这个免费向民众开放的艺术活动 每年都有不同的主题 华裔的大提琴家马友友 过去就曾经在这里展示过他的思路音乐 而今年一个特殊的主题 就是美国印第安人的编织工艺 走 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在每年的6月到7月份之间 美国史密森学会都会在首都华盛顿的国家广场上 举办史密森学会民间艺术节 在开幕仪式上 大会首先以美国印第安原著名的传统祈福歌舞 为金界民间艺术节揭开序幕 今年其中一个主题是印第安人传统首制工艺 来自美国各地超过75名编织技师 在各个展示摊位内 向游客介绍怎样利用大自然的原材料 编织成各式各样的器皿与事物 制造这些物品的原材料 大部分来自阿拉斯加 华盛顿州与美国中部的木材 各式各样的制成品吸引了游客们的兴趣 经常向在场的志愿人员 以及技师询问有关的制造过程 这位来自明尼苏达州的志愿工作者 正在向游客示范 以草来编造做梦姑 在展览区内 小朋友也可以尝试 亲自动手制作支篮 来自维京亚州的游客丹尼尔·巴尔奇 在今天与他的太太和儿子内森 一起来参观 游客除了可以观赏各种制作示范之外 更可以到民间艺术节会场内 设置着精品店 购买各式各样的纪念品 每年的民间艺术节 都会选择一个外国国家 或文化作为主题 大会今年选择了加拿大的阿尔伯特省 展览内容包括利用电动模型 介绍加拿大小麦收割后 运送到美国的过程 当然还有被加拿大视为国际的 冰上曲棍球示范 除了儿童感到兴趣之外 成年人也来热闹一番 祖家来自加拿大 爱蒙顿市的卡莱亚·布朗 今年第一次参观 史敏森学会民间艺术节 他感到大会的筹备安排功夫做得很好 究竟他最喜欢哪一项展览活动呢 至今我最喜欢游泳 因为我从Edmondson 所以你知 铃顿是近乎我的心 但我认为总体有很多不同的 文化 它真的拥有阿尔伯特 它对我来自家 在D.C. 2週間 相信许多观众朋友都看过病 大概也都同意看病不是什么美好的经验 尤其是许多人难以启齿的性病 而正是因为这种态度 使得许多性病的患者延误就医 而造成了更严重的后果 最近美国的医药专家 开始大力推广性病教育和防治的工作 接下来是记者皮尔逊的报道 据说医员体是世界上最普遍 由性接触而传染的疾病 研究人员表示 她通常很难被检验出来 所以她的严重程度一直被低估 在美国 医员体是25岁以下年轻人 性疾病中患病最多的 研究显示 女性患这种疾病比男性更普遍 当我和抗症病毒 我感到不知这种疾病 这种疾病的病征是 生殖器官有异常排泄 而且小便时略感痛楚 但是由于病征非常轻微 患者通常难以察觉 但是对妇女而言 如果不及时治疗 后果将会相当严重 里安医生是性病专家 美国社会健康协会 努力教育年轻人 正确认识性病 艾伦医生是协会主席 美国社会健康协会 美国社会健康协会 不但向年轻人宣传教育 让他们正确认识性病 而且促使医护人员明白 他们应该定期为病人检查 看他们是否患有某种性病 记者卡罗皮尔逊的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内容 谢谢您收看 美国之音制作的美国专讯 我是王一如 我们下个星期再见